我看第一次这么拿着奖牌 对对对 因为上一届就四块 四块的话还轻松点 这六块实在是有点抓不下 哇 哇 好沉 沉甸甸的奖牌 真的很重 但是感觉好神圣 就是为自己感觉到骄傲吧 其实赛前确实这都是参赛目标 但是我当时是感觉我在为我的组合而战斗 我自己像一个战士一样 与代表团总结大会在北京举行 会后多个相关话题冲上热搜 部分运动员更是实现了跨界梦幻联动 并晒出了照片 在这次表彰大会上 两位惺惺相惜的中国选手 郑清文和张雨菲终于同框合影 张雨菲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与郑清文的合照 并写道 白眼观天下 担心抱国家 此前 张雨菲在直播时表示 他最佩服的运动员是郑清文 直清文是奥运会夺冠赛后的那句 我真的很累 但是为了我的国家 我可以再打三个小时 让他很感动 而郑清文同样在奥运会开赛前表示 自己很欣赏张雨菲 我特别佩服他的引体向上 我们作为网球运动员是做不到的 尤其是他脚上绑着10公斤的杠铃片 开始做引体向上 觉得那格子太厉害了 如今两位互相欣赏的中国体坛女将终于合影 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两位女王气质拿捏 众望所归 两位女王大人终于认识了 都是所在项目的Queen啊 你们两位都是中国的骄傲 这次有没有带金牌来 带了 在白主任手里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谢谢 哇 太酷了 回来之后有没有打球 最近 回来之后其实一直在都体能训练 因为我们赛程很满 就参加完这个活动 我们又要立马赶去美国 美网 对 金牌的美网 之前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接见活动 没有 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 其实此刻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 是有点紧张 这场的荣耀 因为我觉得在场所有动员 都是为我争光 这一刻真的是很激动跟喜悦 祝你接下来的比赛一切顺利 吴燕妮涉眉晒照称 最幸福的一天 女子100米来运动员吴燕妮 也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与众多运动员的合照 并写到最幸福的一天 东方之美 最美 中国红 她一身正装亮相 被网友夸赞气质拉满 好美 在现场 吴燕妮还抓住 空隙和另一位田径运动员 曾蕊一己录制跳舞视频 吴燕妮很自信 这也是她一直以来的标签 有多位网友对吴燕妮的评价都很高 胜赞吴燕妮自信漂亮又厉害 真的 漂亮又自信 自信更让人觉得她美 她总在比赛的时候 将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 甚至还化着妆来到赛道上 整个人十分养眼 吴燕妮此番表彰大会更是收获满满 她完成和多位奥运冠军的合影 包括和孙颖莎 王楚清 汪顺以及秦海洋等人 合影之后的吴燕妮直言太幸福 和上述几位奥运冠军相比 吴燕妮在女子跨栏领域上的成就自然是远远不及 她没有拿下过奥运金牌 也不是世界冠军 甚至亚洲范围内的冠军也没有拿到过 但吴燕妮在巴黎奥运会上依旧创造了历史 预赛12秒97的成绩创造中国女子跨栏 在奥运赛场上的最好成绩 吴燕妮将自己的名字写入历史 这也是她为何能够参加表彰大会的原因 在奥运舞台 吴燕妮远不如欧美选手达不到世界顶级 但放在国内 吴燕妮就是毫无争议的现役敌人 代表着女子跨栏门面 所以她有信心和奥运冠军合影 向这些优秀运动员学习 谁都想拿冠军 我不想拿第二名 就是为了这个金牌 我觉得我努力了四年 但是这个金牌没有拿到 我觉得挺对不起教练的 22年我从美国回来 我们在隔离期间的时候 就是在吃饭 然后我又用我的iPad在那刷抖音 刷着刷着 就很莫名其妙 就刷到我的全一会视频了 然后我也没有网上刷 我就一直看 我就一直看 然后看了之后就说 FN你怎么看全一会视频的呀 你不是不看的吗 再看一遍吧 就这样子 然后就又看了第二遍 看了之后呢 就跟妈妈打电话了 当时其实也哭了 我就说妈妈 你知道我今天晚上做了些什么事情吗 妈妈说什么呀 我说妈 我说一年多了 我说我终于能就是能正视自己的失败 目前 吴彦妮有新的奋斗目标 她将专注于2025年东京世锦赛 坚信自己能够拿到世锦赛门票 争取再次征战世界大赛 在巴黎五元女子100米兰半决赛之后 吴彦妮自信表示自己的水平就是亚洲顶级 不会输给日本的福布真子 以及田中又美 届时双方将会再次交手 只是两位日本选手会在主场 吴彦妮需要客场作战 想要赢他们难度不小 期待吴彦妮能够兑现自己所表达的水平 做到真正的亚洲第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